土生土长的你对榴莲了解有多深呢 除了大家熟悉的猫山王 黑刺 红虾 以及第24等等这些高品质的榴莲之外 其实我国共有204种榴莲 而猫山王的名气最高 享誉全球 根据农业部的最新数据 从5月中到8月31号期间 我国一共出口的1200吨冷冻榴莲到神州大陆 总共是197个集装箱 可是还不足以应付中国每个月庞大的需求量 中国的要求 大概中国市场的要求 是大概1000吨左右 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 我们还没有办法应付到1000吨的那种需求 但是如果有更多的工厂 冷冻的工厂 还有就是所有的logistic 比较成熟的之后呢 这样我相信我们应该可以应付到中国的需求 在中国韬客眼中 猫山王是榴莲界的爱马市 要让果王进军13亿人口的大市场 大马果农免不了要过五关斩六将 而且一点也不能马虎 如果是这投机取巧 很可能就坏了一波粥 让大马榴莲生予破产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规定 榴莲果园必须拥有mygap认证 园内必须为网 防止榴莲直接掉落地面 沾上泥土和害虫 收成的榴莲清理后 必须经过液氮冷冻处理 确保在摄氏零下80度到零下110度之间 急速冷冻超过一个小时 之后才送进仓库保温 不管是储藏还是运输过程 榴莲都必须维持在摄氏零下18到20度之间 以保持榴莲的新鲜度 整个过程称之为冷炼 很多人问我们就是到底榴莲出口到中国之后 会不会带动整个水果涨价 其实是这样子的 如果我们你看如果我们对比今年 今年的榴莲大家吃榴莲 大概都是40块50块 一个kg冒山王来讲 大概40块到50块一个kg 可是两年前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那时他们吃80块100块一个kg 那时是没有出口到中国的 可是那个价钱是80块90块 为什么今年开始可以出口到中国呢 还是维持在40块50块左右呢 这是供应需求 如果一旦有足够的供应 它会满足到那个supply and demand的话呢 这样我们的榴莲价格就会稳定 榴莲前景看窍 农业部有信心 未来会有更多业者转向投资榴莲种植业 四五年过后市场的榴莲供应量就会增加 价钱也趋向稳定 当然榴莲下游产业也是重点发展项目 政府希望借着边吃边玩榴莲旅游配套 以及生产各种榴莲周边产品 吸引更多外国游客起来 带动国家经济成长 一旦有体验旅行的话呢 它会带动郊区的发展 郊区的农民可以赚一点点钱 把这个spill over effect可以带到去乡下 但是如果用网红或者是用internet的 这个网上的销售 包括网上的广告等等呢 它会得到的reach会更大 那对我们整个榴莲的业者呢 会是更好的 为了将榴莲发扬光大 农业部希望农民和相关业者 可以合作研发和培育 更多银和市场口味的新品种榴莲 以便生产更优质的果王 继续进去到世界各地 马新社新闻台 请财宝报道